各位朋友,大家好 繼續跟大家講伊斯蘭式幸福 我今天就在大阪那裏 不過不要緊,我現在在酒店 都是跟同事去旅行 同事出去買東西,我就在房間休息一下 所以跟大家一起閱讀伊斯蘭式幸福這本書 今天的主題是 新婚之夜是用花朵去裝飾床鋪 我們繼續是關於兩性關係的主題 書中是這樣說的 對性採取肯定的態度 最極致的表現就是在結婚典禮之後的新婚之夜 在伊斯蘭的世界各地都有新婚之夜的洞房揭幕儀式 例如結婚、教堂等都佈置得很好 但伊斯蘭的朋友在新房都佈置得很好 作者親身參與過特尼西亞的結婚儀式 非洲這個地方 人們會在新家的洞房床上 用糖果排出愛心的圖案 即是愛的圖案 心形圖案 在巴基斯坦的結婚典禮 用花朵去裝飾床的周邊 大家一聽到這樣做 即是這樣做 即是內心不知是否有一陣 感覺很香艷 其實是很繽紛的一件事 很開心的一件事 但作者作為日本人或我們作為華人 都比較含蓄 不過我記得以前 可能現在現代就少一些 即是反而 古時整間新房佈置得是紅色的 即是古代 又用龍鳳皮 那些皮又紅色 所有東西都紅色 但現在反而 即是香港 雖然是一個華人社會 但都 不知是否是採取西息 即是可能你又要找大禁 即是不知是甚麼儀式 即是那個是過大禮 即是或者在那個接新娘 佈置得很好 教堂行禮也佈置得很好 反而新屋那裏 就沒甚麼搞 所以都看到 伊斯蘭都是很重視那個儀式 很重視這個環節 那麼 沉室平常 伊斯蘭的家 都是一個公開的場所 即是說 當有一些伊斯蘭的教徒 去招呼朋友來的時候 就會帶他去 除了看 我們通常看客廳 廚房 或者有露台 那些房間 而 但有時候 可能有一些睡房 可能他們未必那麼願意被人進去 始終好像很私人 但 回教徒 反而是很歡迎 那些人去看他們的寢室 他們會把 好像花朵圖案的枕頭套 或者一些很漂亮的刺繡床單 堆在 很整齊地放在床上 就好像飯店 我們去酒店 那些都鋪了床鋪 他們更加很鮮豔 奪目 亦都會打開 那個衣櫃 我想你帶朋友去你家 不會打開衣櫃 反而回教徒 他會打開衣櫃 將裡面 平常 穿一些很鮮豔的睡袍 睡衣 主要是太太 內衣 那些都會展示給其他人看 都很特別 等大家看 那些內衣多漂亮 睡袍多漂亮 看的時候 就好像 聽到 就好像剛才所說 我給你看 他都不會說 很漂亮 給你看 他都給你看 然後 為甚麼給你看 因為他覺得漂亮 心裏面好像說 說 你看看 這些衣服多漂亮 這些內衣多性感 多鮮艷 好像想表達這個訊息 給那些來家裡 相聚的客人 他們相對客廳 他們更加用心佈置 過沉室 伊斯蘭幾乎 很少是單單個人的房間 即是說 他可能有兩間房間 其實都是一起住 或者一起用 不會說 這間房間只有一個人住 每天一間單靈房 很少的 都是很多時候家庭在一起 當然 如果我是一個人住 當然我有自己的房間 但通常跟家人 可能有兄弟姊妹 都是睡在同一間房間 很少自己獨立 即使房間很小 都盡量大家一起用 所以我們看到 伊斯蘭教很著重家庭 很少說 我要甚麼個人空間 我要很多私隱 這方面他們反而沒有那麼著重 這樣來說 其實都會更加多人情味 或者更加有家庭的溫度 我以前大學時住宿舍 即是當年很多年前 宿舍沒有冷氣 宿舍也很少單人人房 大部份都是 可能有兩個人 三個人 四個人 為甚麼是這樣的安排 讓大家可以和其他人多些相處 當時我住在男生宿舍 傳統是不會關門的 亦都不太想你關門 可能現在覺得怎麼搞錯 迫我玩 或者跟別人溝通 但當年是因為這樣 大家很融洽 隨時進入大家的房間 亦都不用擔心 一些東西被別人塌 當然有些人說 用完別人的東西 又不說聲 又不買回來 這當然是很討人討 但當時 因為大家都是男生的時候 大家毫無拘捉 很多時都是隨便入別人的房間 跟別人去聊天交流 所以更加有個歸屬感 所以這也是有伊斯蘭教那種文化 我覺得 都是在現在比較冷漠的社會 或者很著重個人 獨特性的社會 其實都是一個很寶貴的事情 好 今天的分享 就和大家講到這裏 希望之後再出片 我們繼續講伊斯蘭式幸福 多謝各位收聽